好,来看到环境教学数位中心新建在111年4月15号完成 工程总金费新台币1亿8500万元 提供民众一个适合花莲特色环境教育的场域 具有节能减碳绿色建筑特色的示范场地 完成之后能够增加花莲县环境教育场域的多元化 楼高四层内涵环境教育中心环保局办公空间 宽敞的明亮办公空间 这是花莲县环境保护局的新式环境教育多元空间 花莲县议会保安小组7号上午是特地来到了 环保局的新式大楼进行业务考察行程 花莲环境是会大楼 然后我们大楼在92主号已经启用了 现在就是环保局的所有人都在这边办公 那我是环保局行政科科长来进行 那在简报之前呢 我们先请各位也先看一下我们两段影片 在业务简报当中也说明了新大楼的规划空间 其中环境教育VR空间 未来将借由数位时代的VR功能呈现出环境保护的重要 并让更多的民众与学生重视环境保护的议题 那我们欢迎说大家都来 那以后成立以后当然就是 这个场域会申请环境教育认证场域 那增加我们大家来北区 或是大家来花莲这边参访的意愿 那我们现在有在弄电子化 直接从环境这边申报 原本就有 原本也有 现在系统更提升 副召集人张怀文议员也勉励环保局人员 在新环境中业务的推展能够更顺利 对于我们整个环境以及我们的环保业务 这个非常的深入 也非常认真地为我们的 整个花影线的环保把关 那我想还有很多需要很努力的批发 希望能够共同来一起来努力 那我想这个环保局有这么好的大火 那我们在动工一自带的启用 我们先议员都来参与 也希望说这么好的设备 能够让我们的行政人员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洽工的场所 那刚刚我们饶局长也说明了 整个在行政大楼的新建 一直到目前的起佑 还有很多需要 将比如有些设备需要来 来一起来努力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花园现议员 然后第20届的现议员 会继续来协助 新市的办公大楼 新建于111年4月15日完成 总工程经费1亿8500万元 提供民众了解环境保护 与节约能源的教育空间 让民众对于环境保护 得以永虚的观念 能够建立起来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访报道